给钱给你,投资你,看好你,实际上你跟官府对着干,跟宋家对着,跟赵家对着干,跟宋朝对着干,对不对,给我出出气,林冲也是出出气,所以柴静选择了林冲嘛,让林冲姗姗就夺权,你监督他们,让他们改这个路线,不能再搞经济了,你得抓革命啊,是吧,是这意思吧,所以林冲就说了,这个王龙言行不一,为什么言行不一呢,有可能王龙在柴静庄上啊,融资的时候啊,说了好听,我们也跟官府对着干,我们也把这个宋朝这一句, 狗官全杀了皇帝,以后恢复我们大洲王朝,财静一听,靠谱,投钱,结果他把钱拿到手之后,他就不搞这个了,对不对,这个符合林冲说的言行不一,否则怎么叫言行不一呢,不守信仪,这在财静看来,这就是背叛,就是不守信仪,所以让你林冲来,你去了之后,林冲也是要跟官府对着干,所以你把王龙给他改一改,实在不行,就把他做了,换人,所以林冲啊,他没有说这,他只是说王龙言行不一,出二方啊,反正 但是王龙跟林冲之间没有任何出二方啊,言行不一的地方,那只能说是他骗了财静,好,吴永就明白了,吴永就说啊,哎,你千万不要因为我们啊,你们兄弟之间删了狗,说这话什么意思呢,朝盖也这个意思,就是,你凭什么判断啊,林冲就要你们呢,就为了你们,林冲就要把你们留下,王龙就要跟那个朝,王龙对着干,这都是吴永他自己分析的,他觉得,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要留下了,而是你林冲要我留下了, 不是朝盖要留,是你林冲要留朝盖,就是这样的啊,后来那个,林,朝盖就说了,不行,我们就走吧,林冲急了,林冲,你看我的,今天啊,如果王龙再叽叽歪歪,看我怎么对我,也是,你想,林冲怎么就,就那么喜欢朝盖啊,不用啊,他在粮商好得很,他为什么会死活让他们上粮商呢,留他们呢,真的是什么爱财吗,根本就不知道啊,就需要这样的人,就要改变粮商的路线, 所以这个事情包在林冲身上,林冲说了,对吧,今天如果王龙那小子再叽叽歪歪,看我这么说的,结局大家听到,都知道了嘛,对吧,在那个,王龙邀请他们喝酒,喝酒,把钱拿出来,让他们打发他们走人,给路费,结果林冲一刀把王龙杀了,把脑袋割下来,这个都是在无用的分析之下,因为无用分析出他们之间的毛病,所以他才敢这么说,我两言三语真的激怒林冲,我想你无用,你两言三言两语,你能激怒林冲把高球杀了吗, 没这个能力,因为林冲他不敢杀高球,他就没有想这个杀高球,你再激他的能力,好,林冲杀完之后,林冲为了证明自己啊,我可不是抢权力,夺位子,对吧,我不想留下骂名,我弑君嘛,我杀了这个老大,我夺位子,那以后就说不清了,所以说啊,他坚持不做老大,不仅不做老大,还不做老二,也不做老三,后来做老四,勉强处理了,为什么呢,王龙死之前,林冲就是老四,还在第四把交易,所以王龙死了,朝盖做老大,他还是第四把交易,从位置上看,他没变, 这个至少让大家相信,我杀王龙的出公益,那就是路线,不是权力,不是抢权,林冲无非这样证明这个,但是吴永也明白,吴永啊,跟朝盖的人想明白了,这时候朝盖的大宝贝,想清楚了,林冲排第四的时候,林冲还推辞,哎,你说我这个第四啊,像刘棠的都,大概这意思啊,这个朝盖和吴永不干了,这坚决不行,这底线,底线呢,林冲你必须做第四把交易,你要做第五把交易,那这个骂名又是朝盖北了,对吧,朝盖和你这 抢办多权来了嘛,你把王龙杀了之后,死了之后,梁冲这把人都踩到后面去了,所以说这个吴永,对吧,死后不干,这个骂名他不能背,所以这个林冲就排第四,你知道吗,你看,王龙死之前,林冲就排第四把王龙杀了之后,林冲还是第四,这是吴永啊,你看,吴永设计朝盖,吴永杀了这个王龙,对吧,他是不是都有关系 第三个就是宋江,好,我再有一期说了,这个宋江,宋江,他跟卢军义是一样的,他也是被吴永设计的,家破人亡,删了凉杀 这个很多人看水谷,他看不到这种,实际上宋江就是被吴永设计,他跟那个卢军义是一模一样,他只不比卢军义先来 通过这个林冲杀王龙之后啊,通过深圳刚这个事情,吴永就发现了,这朝盖不行啊,如果让朝盖当老大,那他这个报复,又得不到实战,这个凉杀很快就完了,因为这个朝盖是叫浪漫的革命主义 他下去打个结巴,他还问,你千万不要删人,林冲也不满意啊,你朝盖删人之后,一不反光,二打个结巴,他又不能删人,吴永也不满意,吴永说你这成不了事啊 所以他就设计,要把宋江搞战战,因为他这个宋江这个人黑,名声更大,宋江比这个朝盖的名声还要大,比朝盖要黑,所以这个吴永啊,就决定把宋江搞战战,所以那个朝盖啊,把梁山一捆住之后,就是要感谢那个宋江和朱童,雷恒嘛,单初把他们放了嘛 这时候跟吴永说啊,咱们就感谢他,吴永说安排好了,我已经自由安排,那个朝盖也没关系 这吴永就让这个刘潘啊,带着好像是一百两黄金吧,反正带着黄金啊,一大包,背着一大包,去运征县找宋江 你说这个,哎,刘潘是外地人,他不是运征县人,对吧,你那个时候你可以安排,远世三用地去,他好歹是本地人啊,这本地了解都可以,远世三用地不去,你可以安排别的人去,朱桂也可以啊,或者是这个,朱仙松案都行,朱仙松案目标大,朱桂,其他人都行,你偏偏派刘潘去,这个刘潘是,走在大街上,那个警察一看见他就要查到身份证了,一看就是坏人, 那你说你让朱档去给这个宋江去送金子,你这不就是摆明了要出卖宋江吗,完了之后,这还不够啊,还写了封信让朱档带着,那信里面不就是证据吗,说感谢你啊,但是通通报信,把我们放了,这个送上五十两黄金,你说那这不就是证据吗,那就生怕这个,朱档不被抓住啊,就生怕人家到这抓住之后,问不出情报啊,所以还给他写了封信,让带着,你说这叫什么事,就摆明了就是要害这个宋江,但是宋江这个人贼得很,宋江要不说,这个不是, 就是这个一家人,不禁一家门的,宋江的智商,明年就比朝开高得多,好,这个刘唐啊,背着这个大包,染着这个红头发,赤发鬼吗,对吧,完了这个在大街上晃了,不招人现眼吗,找到宋江了,宋江就吓坏了,然后他们在一个酒楼上面,宋江把那五十两黄金拿了十两,把那个信收了,剩下的不要,你拿走,刘唐说不行啊,我必须给你,然后这个宋江说了啊,宋江智商高就高在这儿,他就识破了就是,梁山不知道谁的毒计,刘唐知道,给宋江 他送金子之后,他还给谁送吗,他还要给猪虫送,还要给雷恒送,也就是说啊,无用安排的就是,就是如果你找宋江,侥幸躲过了,你找猪虫,说不定就被逮住了,你找猪虫,侥幸躲过了,那你还找雷恒呢,说不定就被逮住了,总之啊,要保险,三保险, 这刘唐肯定得被抓住,抓住了,最后肯定把宋江牵住了,牵住了那时候,达不来的结发场嘛,对不对,去把宋江抢住了,逼宋江上边上,你看看,这就无用安排了啊,就是,就是,他是连环炮了,你先去找宋江,找完宋江如果光复还没抓住你啊,还没识破,你找猪虫,猪虫如果矫禁逃脱了你啊,那你还得找雷恒呢,雷恒这家伙探财,要钱,好,宋江问这个刘唐,说你还接了干啥,刘唐官司说了,说我还找猪虫给他送,还敢于 接这个雷恒,宋江一听慌了,你千万不要去了,你这还嫌不危险是吗,你现在晚上赶紧回去,你别在这到处撞你,到处都是做工的,现在都在抓这个梁山贼后,你跑这到处晃了,你是嫌我们死的不够快,赶紧回去,刘唐不回,刘唐也坚决执行这个秘密,要找猪虫,找这个雷恒,宋江就说了,猪虫啊,看不上你那个钱,你别找他,他不要那个钱,猪虫家里有钱,第二个,雷恒贪财,你要给他这钱还不够,完了之后还坏事,说你赶紧回去吧,那个刘� 人家说,我是刚得到命令,来,我这钱没送出去,给你,你不要,我还带回去,我这没法交差,宋江说他行,我给你写封信吧,你带回去,赶紧走,连夜就都回,你看啊,所以这个绝对是无用啊,安排的,就准备要把宋江给赚上上,好,宋江拿了那个银子,金子,那个还一封信,坏事就坏在心上,对吧,这个就是无用,我跟你说,无用这个人心思非常证明,对吧,反正这个证据嘛,这个纸面的证据给你了,你总有败脱的时候,如果宋江说, 我把钢铁给你撕了,毁了,也可以,宋江把那个包子放在文件袋里,结果就严谋西看到了,是吧,严谋西就拿这个,来要挟他,宋江一弄,把严谋西杀了,这不就变成杀人了吗,哎,宋江就到这跑,宋江根本就不想上连人了,宋江跑到柴晋庄上,是吧,遇到武松,后来在柴晋庄转一圈之后,跑到这个孔明孔亮庄上,又躲一阵子,躲完之后就去青凤寨,是吧,去青凤寨之后,不就是在那个,那个叫什么山,青凤山,是吧,遇见 那个王英嘛,邓君寿,对不对,燕顺几个人,那王英不就要强奸那个青凤寨,文治寨的这个叫刘高的脑,哎,被宋江强行跟他搅和了,结果这个事,惹了个祸,等到宋江跑到青凤寨的时候,青凤寨的时候,刘高老婆就反过来指责,对吧,诬告这个宋江,后来宋江就跟那个小里广化融,然后怎么样,跟那个刘高斗争,完了是跟那个黄姓,对吧,派黄姓来,来来来,抓这个花融,后来是秦明,派秦明来打这个青凤山,好, 这些都被宋江给花融,这个就是花融啊,把他们全搞定,搞定之后,这个秦明啊,跟那个黄敬他们就说了,那怎么办呢,说这个青凤山那个地方太小了,这个政府要把他光伏,把他一围,我们都得饿死,宋江说不慌,我有地方去,山梁山,把青凤寨,把那青凤山全给烧掉,然后他们分成三拨人,山梁山,宋江把钱镇,在路上还收到那个女方郭盛,实际上,到这个时候,宋江根本就不想山梁山,他跑到那个一个村庄,这个就碰见石涌嘛, 时间中石涌,这个非常蹊跷啊,突然冒这个石涌,石涌在那个酒店里面,他一个人站在一个大包间,然后宋江不是人多吗,那个酒店就两包间,是吧,然后那个石涌一个人站一个包间,宋江就让那小二,你跟那个哥们说说,让他放个小的,这个大包间让给我们,然后这个小二就表达了石涌,他说你能不能放个地方,我说你一个人站个大包间吗,石涌说不行,为什么让他,除非啊,我现在听,皇帝老二来了,对不起,我都不会让, 除非,我及时宋江,宋江一听,哇,心里都受过你,马上就说,你见过宋江吗,没有,然后宋江,我就是宋江,哎,石涌马上就翻倒就翻,你看你就安排好了啊,这就是戏啊,就是戏嘛,就跟那个女方过身啊,都是安排好,都是宋江,不知道,因为宋江不是乐善好施吗,对吧,这个叫什么,说我们街角天下豪劫吗,还是人人多了,对不对,好,那个石涌就拿了一封信, 说你爸,等着你回去,买了,在宋江一看,不行了,马上就走,一分钟都不能耽误,你说他,说他爸,死了半年了,完了在这儿,他一分钟都不能耽误,那个那个燕顺呢,陪着宋江的那个人,就说你能不能等一等,等后面哥们,把小力往后,等那个清云他们都来了,咱们在一起合计一下,你再走就不行,来不及,你能不能,是你说让我们扇连伤的,说连伤那个朝盖,是你兄弟,你救我,或者你自己不去,那也说不过去啊,说你能不能把我们送连伤之后,你再回去奔丧,宋江是不行,来不及,对吧, 他怕一天都不行,他爸,死了半年了,你说的,他前面就,在走两天,就到了两张,然后,他说见识,我给你写文记,推荐记,宋江写了一份推荐记,推荐他们上两张,完了之后,写了一份信,信还不封啊,塞到里面,不封,不封就是让他们看吧,让他们,花荣,清明,你们看,我这个,我真的推荐你们去了,就是他们认不认,我也不知道,这个花荣啊,给清明来,一看,宋江走了,气坏了,清明就骂了,清明不是抱脾气吗,我抱吗,这个速度感,现在害得我们回,回不去,上两张也上过来, 什么有这么干事的吗,半路上帮我们扔了,那个花荣就说,哎呀,实在没办法,那只能拿着这个信仰,找曹盖子,看看人要不去,这孙子做事啊,是吧,你看宋江根本就不想上两张,他找个理由跑回家了,他爸也没死,他爸也不在家了,这人坏了,他不想让人上两张,因为他知道,这不用这般人,想害了,想把他骗上你,他就不行,好了,等着这个花荣,咱们删了两张,哎,曹盖把他们接纳了,后来,就是宋江到了家之后,又被那个光虎追住,抓住了吗,抓住人家的刺沛监州吗,刺沛 刺沛监州,路过梁山的时候,他就把他拉到梁山去了,无用去接的他,这个时候,什么秦明,哎,那半人,一个都不见宋江,因为他们生气啊,觉得被宋江骗了,只有花荣去接的宋江,就无用,然后就是劝无用,无用就劝宋江你留下,对不对,在这个,咱这一起搞革命多好,宋江是不行,不忠不孝,我跟你们不一样,我,虽然有罪,啊,但是我这个,因为皇人特赦了,我这个再去做来电脑,我回去还记住单关,跟你们不一样,你们是最大的问题,啊,已经没有机会了,不要害我,这就是, 宋江说的,你不要害我,啊,我这个,去做两年牢就可以,出来重新做人,又能接着做压司,你们没机会了,坏事做别的,这无用于听,我知道什么意思,你就,你就不想当墙了,不想留下,没关系,这个,你去江州啊,江州老房的头,啊,两院夹几,节级,带宗,带院长,说我话,说我什么,挚爱相识,你看,就是你宋江跑,也跑不出我的手段,你走吧,我给你写文件,你带着,给带宗,所以这封信里写的到底是什么内容,这个,大家可以猜点,宋江把这个信拿着给带宗,带宗一看, 知道了,后面搞出好多事情啊,又是什么,对吧,写反尸了,又是什么,带宗跑到开封送信,又路过,带宗,给带宗送信,说送带出事了,后来,无用了,略施小记,模仿这个,蔡金回信,又是让那个肖然来模仿蔡金的字,让那个金拿尖,刻那个章,让带宗接着回信,带宗刚出发,拿着信啊,回信,刚从带宗,汉车,这边无用就是,哎呀,坏了坏了,所以我觉得无用是不是故意的,他说啊,我模仿蔡金啊, 给儿子蔡九师傅,蔡德章写信,那个不能用那个什么,传名蔡金这个印,这是无用说的啊,因为老子给儿子写信,怎么可能写自己名字呢,是不是啊,落款是为父,谁是谁,或者为父就完了吗,拿盖自己的名字的账,这个太低级了,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,无用忽虑了,因为他马上就算到了,人家杀这个宗江,无用,就跟朝盖一说,朝盖一说,那怎么办呢,说我们赶紧把带宗追回来,无用说你傻呀,真是个大宝贝,这带宗日行八百, 你追得上吗,对吧,人家是,你骑个电动车,你追人家开宝马,追得上吗,是不是啊,你说是不是大宝贝,那个朝盖一说也是啊,追不上,赶紧吧,现在对吧,骑上你的电动车,你赶紧咱们兄弟们去劫法场,现在就敢出发,完了,来不及了,所以这一切啊,就是无用安排,无用,就是陷害这个宗江, 就是让宗江走出屋,你只有善良上一条路,别跟我在哪儿选这个拳的,你看就回去复兴,完了这个,回去当官,你别扯了,因为无用知道啊,那个能够看出这个宗江反思,是吧,其他这个敢叫皇朝不战,完了之后说这个,知道宗江是装傻,是吧,宗江不是在那装疯吗,卖傻,那他无用就知道,这个人智商很壮,这个人很利,是吧, 那我假装给他回个信,我卖个拓展,他一定能看出来,他也看出来,肯定要告诉这个人,蔡德章,那蔡德章肯定要杀这个宗江,是吧,我就怀疑这个,不用这个人坏了,什么是能干的,但是他也不想留下罚主,让宗江记本了,所以他就告出这么一个,哎,好该带这人去了,揭傻傻,把宗江就接到联商了,宗江上联商路上还分带着收了几十个人,对吧,把那个什么,接岩岭的那一派,把那个什么,欧鹏啊,欧鹏,陶宗旺,蒋靖,这三个人, 反正,他上联商一路,他说了,上来,上来,他这个宗江啊,在江州,跟这个朝盖就闹发了,朝盖是老大,那个时候他们虽然没涉联商,但是这个宗江就说了,我要去杀黄米,报仇,朝盖就说,这不行啊,就我们长途奔西啊,偷袭江州,已经得手了,你再偷袭这个吴,就是吴威军啊,这很危险,宗江说,这个仇不报,我验不下去了,结果你看啊,除了朝盖,一个人反对,剩下的都支持宗江,那个华容直接就说,我们怎么办, 我们怎么去打吴威军,已经不是考虑说,哎,讨论说,哎,说说,我们该不去打吴威军,花容第一个发言,说的就是,宗江哥哥说的对,然后说,我们怎么去打吴威军,这第一个话题就跳过了啊,都同意了,直接说怎么打,你说朝盖,不是得了七批了,这老大就面子没有,梁山啊,你说李逵,戴宗,什么李骏这些人,朝盖不熟,你还没有磕头,梁山,对吧,你花容可是朝盖的手架啊,我给你排的座次,排的座面嘛,你得听老大的,结果他直接就, 反了朝盖,听宗江的,你说说,朝盖一看了,自己称顾家管人,都要去打吴威军,上了梁山,朝盖立马就,敲宗江干,我不干,我这老大没法干,你来干嘛,宗江说,这我不能干,我这个带罪,我能干这个吗,我长得命地好看,你年纪又大,应该你的,这宗江的意思就是,能力你是不行,你水平是不行,但是,实际上你年纪大呢,你长得要,肌肉短一点,这宗江是又矮又黑嘛,又挫那了,然后他文面小利,他说,你看我脸上刻着字面,看见没有, 你这不是没刻吗,形象好,所以你担老大,你看,他让朝盖当老大,不是朝盖能力,是朝盖,你主要是这个,年纪大,尊重,但是真老,哎呦,然后你这个形象好,要是这么能力,你是不能担的,朝盖也没招好,哎,这个时候,无用,公孙任就开始站队了,对吧,朝盖老大,宗江这样,实际上呢,权力整个的到宗江手下,因为无用啊,必然会抛弃这个朝盖,因为他早就看不上朝盖了,他就设计让这个宗江来,宗江一来,好了,行了,一切权力都归宗江, 宗江立马安排,山上的这个住宅,房子,对吧,朝盖住哪儿,宗江住哪儿,对吧,这个,有些人是保护宗江的,不知道外围谁住,警卫,这个朝盖自己都知道,朝盖发现他无所谓,因为他是大宝贝,他以为被宗江照顾的很好,实际上他是被宗江看着了,在山上,不能思议走中,对吧,一说下山,朝盖说我去,宗江说你是头领,山上的债主,一债主,你怎么能亲自去呢,我亲自走去,对吧,你在家坐好,安排两个人把他抗着,不要乱动,他可是大宝贝啊,他在这下枕,好,� 他是不是都这样,最后导致什么呢,导致整个江湖让人,只知道有宗江,不知道有朝盖朝盖朝盖,所以那小喽喽来投奔阳山的时候,都是投奔宗江,给送礼物,也是送给宗江,没有时候送给朝盖朝盖王的,你说朝盖王他能不弃吗,就把那小喽喽来,所以他就,那个阳雄师舅啊,投靠的时候,好盖一生气,发神经,他也把那两人杀了,给宗江一看,无用一看,这人真脑子毛病,好,后面那个段锦柱嘛,不是,偷马,赵业,律师子嘛,所以要送给宗江的, 被那个争斗士抢走了,朝盖这个时候气的,他气什么,他气,哇塞,你这送麻的,不是,我是老大,你知道吗,你给宗江送麻,这野人还有没有,我是老大,这不行,这我都亲自打,宗江,哎呀,你别去吧,朝盖不行,对吧,这个都是无用啊,在里面安门,朝盖下山,按理来说,你把无用,公孙盛带着,这是你的班底啊,对吧,你这几个人不是,结了生成竿吗,一起杀了官军,散了梁山,杀了王伦,这绝对的革命友谊啊,同志啊,是不是他的班底啊,一起风风雨雨走过来的, 结果他下连山啊,他是打曾多士的时候,他这个大宝贝,带着个二宝贝,临终,俩宝贝下去,这个无用,公孙盛他不叫,智囊他不带,他带着胡云竹,三家人,你说无用跟公孙盛也不去,为什么,公孙盛我们说了啊,因为朝盖把公孙盛够着,我在排位的时候啊,或者无用担老二的时候,哎,你朝盖就相声硬的退退了一下,没阻止,那公孙盛担老三的时候,这朝盖跳起来反对,对吧,而且不惜自己这个不担老大为邀请啊, 而我这老大为不担了,你要让公孙盛当老三的话,老三必须临终担,你这不让公孙盛得罪的话,公孙盛就说,我必须无用拆哪了,我害师傅,罗正人,排后台,或者我当老三你这么不担劫,我可以自己不担,我高风险劫,但是你作为债主,你不能做,你这么说不得罪他了,你得否定公孙盛,公孙盛肯定是跟朝盖,分到延标了,大信眼里看不上了,结仇了,无用呢,无用是不愿意跟朝盖再婚一块了, 他要向宋江效力,你朝盖就是带着无用,无用不去,按理来说啊,朝盖说我带人下去打,那无用一定说我跟着你一起去,对吧,他是军师嘛,他是掌管兵马,无用没有主动去说跟着朝盖一起去下,朝盖也不叫无用,这是明显的,两个人已经裂腾非常大的,这是无用跟朝盖的,对吧,按理来说你们一起风风雨雨走过来,黄帝港开始,杰盛争啊,后面一起杀国军,上了梁山又一起把王龙给干掉了,后面做了这么多事情,对吧,包括揭发展,包括这个, 救宋江等等,都是无用跟朝盖搭班的,两个人挣扶手啊,结果这回朝盖下张,打针头士,他不叫无用,无用也不跟着去,这不已经说明问题了吗,无用实现就是要抛弃朝盖,这时候朝盖就不是他的悲惨了,对吧,阶级,就是被人一见射死,射死之后啊,哎呀,感觉这个梁山反应一下就,大家就这个压抑的这个氛围就没了,要不然大家很难受,就一个是朝天王,一个是朝盖宋江,也不知道听谁的,对吧,毕竟,这两个人在一起斗, 大家都不快乐,喝酒的时候还在装小心,话说错了,就是,你看那个朝盖一不高兴,把石秀和阎雄还砍头,就是啊,这哥们,所以说大家就非常压抑,这个朝盖一死之后,兄弟们好像,一下突然开朗,感觉这个压得清得了个石头半角,无用,马上就心高采烈的准备安排啊,这个孙嘉和老大就开始走神,凌冲嘛,是吧,哎,孙嘉不行,反正老大会是,只有我当,但是咱这个戏要演织,这个敌宝老大演织,这肯定是我啊,但是咱们是不是程序都要走完呢, 对吧,这老爷爷陪跑啊,这个这么大的事,你能让人挑出瑕疵吗,不好,对吧,那个查德罗夫就说了,这不是浪费钱吗,你直接宣布就完了,你这何苦呢,这个佩斯科夫也说了,我们就走个程序,孙嘉就是一样的,孙嘉也知道这个老大只能他当,但是他戏啊,也传一套,不能留下任何口舌,朝天王说了,谁抓住石红公,谁当破址,我也没抓住,虽然我是老大,虽然我这个实际老大,但是我毕竟要当老大,这不就留下后患吗, 哎,吴勇就给他吃饭,所谓的让卢军义善善,让卢军义拿下石红公,让卢军义拿到石红公之后,PUA卢军义,让卢军义不敢干,是吧,他卢军义已经被PUA了,不敢干这个老,让他就,卢军义这个角色,就拿石红公的这个人,实际上梁山也很多人,都可以做的,但是为了啊,不让梁山的好夸,拿住石红公,这吴勇动了好多技术吧,先生说一百天之内不能动兵,朝天王正在这个,成天,咱要祭奠,这一百天不能打他,你说哪来的规 是不是啊,他就是害怕这个,万一武松啊,鲁晋升这不照料的,他真把石红公抓住了,哎,这些人真把石红公抓住了,完了这个,他可怕真要当这个厚军,这个鲁晋升就是光主义嘛,鲁晋升就喜欢当老大,到哪都喜欢当老大,他这个惯犯啊,他到了桃花山还准备当老大,结果因为这个周冲啊,跟那个李忠良不痛的,没让他当老大,所以他一动之下,把他东西抖了跑,说好了让鲁晋升当老大,鲁晋升准备考虑,他纠结,我是去这个大县公司呢,还是就在这桃花山当个老大 说来看李忠这人不痛的,因为桃花山有个规矩啊,桃花山的规矩是谁功夫厉害,谁太老大,三年是周冲老大,李忠去了之后,李忠把周冲打败了,李忠就是老大,这个鲁晋升说,那你就对了吧,我来了,我,你们俩人都不是我对的,我就应该是老大,赶紧做事,你们赶紧不动说啊,结果李忠跟那个周冲俩人死后不说啊,没说让他当老大